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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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开市感乐 首先跟大家跟进欧美股市的表现 美股靠寻市场聚焦被割职的 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方米出席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的陈述 另外投资者也关注英国大选的结果 杜瓊斯指数低开之后曾反复上升92点 升至21,265点的高位 收市时升幅就收窄 报21,182点 升8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收市报2433点 微升不足1点 纳斯特克指数创即时和收市新高 曾经高建6,324点 售市报6,321点 上升24点 阿里巴巴股价大升超过1,3% 集团预期 2018年度收入增长45%至49% 另外阿府股价亦急跌超过1成 在美国上市的港股预托证券就个别发展 汇丰表现靠稳 折合港元报69.04元 中移动报85.13元 中联通报11.48元 中人寿报25.75元 中海邮报8.62元 中石化报6.47元 中石邮报5.08元 欧洲股市个别发展 银行股上升 伦敦富士100指数报7,449点 下跌28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报12,713点 上升41点 巴黎CAT指数报5,264点 下跌1点 而西班牙股市亦高收0.3% 油价延续上日的跌势 市场仍然忧虑全球原油供应过剩 特别是美国叶岩油的生产持续扩张 上日美国能源资料处数据显示 上星期美国原油和汽油库存 都出乎意料大幅增加 纽约旗油收市报每桶 45.64美元 下跌8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 47.86美元 下跌20美元 金价持续偏远 主要受到美元偏强拖累 另外市场正等待英国大选的结果 纽约期今收市报每盎司 1276.3美元 下跌13.8美元 下跌13.8美元 英镑会计下跌 英国大选结束投票 票站调查显示 预料执政保守党将会在国内 保持最大党的地位 但未必可以取得足够的移植 成为绝大多数党 英镑对美元报1.2736 美元对港元报7.7972 1元110.050 欧元1.1181 瑞士法郎0.9695 加元1.3521 澳元0.7533 柳元0.7205 美国国负债券方面 10年期债券息率是2.17 30年期债券息率是2.84 今个环节我们请来Rafi 跟我们跟进环球股市的表现 Rafi 你好 你好 超级星期四都可以说是完结了 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 出席了参议院的听证会 而欧洲央行的议色会议都结束了 维持了利率不变 都符合了市场的预期 现在大家最关注的 都可以说是英国的大选 虽然暂时未有结果公布 但是初步票站调查显示 保守党未必可以控制大多数的议席 或者会影响脱欧进程 未来6月还有很多国际大事发生 是否环球股市都会持续动荡一些 的确 你说外围股市方面来说 我相信后市真的会波动一点 因为就算撇除 可能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也好 只是美股也好 或者个别的股市也好 特别是美股 持续都在高里面走 所以变相一旦 有些个别消息出了出来 其实都会对市况方面 比较大的左右性 这个是预期之内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这样看 都已经意味着 后市美股波动性会比较大 至于股闻量大家觉得向上向下也好 但始终都在股市里面 而配合实际情况上看 始终真的比较多的事件 继续阻挡整个市况去向 虽然昨天大家经常说的 所谓超级星期四 最终美股的反应相对比较平静一点 你见到没有太大的震荡 甚至乎日内 个别好像道指 更加创过纪录的新高 而收市纳资更加 今年38次创过收市新高 所以整体的市况方面 都算是比较正面一点 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动荡 因为始终昨晚来说 看回的反应 对个别时机的反应 又不算太大 例如欧阳行的议息会议 当然结果和预期是一样 利率不变 而维持存款利率在-0.4% 贷款利率在-0.25%不变 整体都是符合市场预期 甚至好一点看 更加删除了之前所谓 可能减息这个字眼 所以令大家觉得 可能欧洲那边 所谓的收水 或者所谓这些因素 没有之前来得那么快 所以对市况方面 是正面一点 唯一可能不理欧元 所以昨天欧元也是要跌下去 而你说另一边商 可能刚刚刚提到的科米 FBI前局长科米 去向国会作证 虽然本身大家看这件事 就觉得是比较重要一点 因为关联到 譬如特朗普和俄罗斯方面的问题 究竟怎样去行 但是结果出来 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反应 整个市况 因为以科米作证的表现 证供来看 和之前预期是差不多的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新意 所以都说对市方面 没有说比较明显的冲击 反而昨天日内 升上所谓的主因 就是另一边商 就是美国众议院方面 最终通过了各别的法案 特别是移除对金融业监管的法兰克法案 变相都带动了一些金融股 例如高盛、摩根大通这些 其实做好了 所以令美股做得去向 都算是比较不错一点 但是当然 我觉得最终要再看完的 例如即市去看 看完今天 下午应该大概一两 即是 晚小时间 英国那边的大选结果 这个当然我觉得 比较重要一点 影响着今晚 或者短线 可能外围美股的局势 如果一旦大选结果 是保守党拿不到过半数的议席 的话 的确大家对后市 英国脱欧的进程 会有些出入 从而可能外围股市 比较反复一点 所以这个是即市的反应 但是后市来计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 当然美股也要看完 就月中 未来的议息会议 其实下个星期都会是 当然结果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预算是会加息的 都是那一句 看看会后的记者会 对之后加息的预期 是怎样行 甚至乎宿舍的情况 所以美股来说 我觉得暂时市况 都不是说差 只不过 累计的升幅这么多 我觉得高位来说 大家都需要想想 一些 好啊 看完美股之后 都和Rive谈论内地股市 内地5月的进出口数据 都高于预期 5月进口按年增长超过22% 高于预期的16% 而出口按年增长超过15% 受到数据好过市场预期的影响 互芯股市昨天都上升 上证指数更加连升了3个交易日 今早见到A股表现都算不错 上证指数 深证成指 和互芯300 都在升 其实A股由年初以来 表现到较为落后于港股 你觉得有没有条件追落后呢 又或者有没有看好哪些板块 Rive谈你 其实A股方面 我都可以看好一点点 既然同一点 年初至今 它较为港股 较为美股 更加是弱 人家几个股市 都是坐在高位 或者挨近高位 但是反而A股 就叫做贴近低位 在走 虽然近日的勢势 没有再急跌下去 但是就见不到有太大的上升动力 所以似乎真的比较落后之下 我相信其实这样说 只要后市来说 不是特别多一些新的利益因素 应该就不会说 怎样再大跌去哪 其实之前都说过 只不过等一些催化劑 看看有没有机会推上去 但是所谓等催化劑 我都要看回成交 因为其实这次都这么说 A股虽然常常看行数据 看下政策 看各样东西 但是能不能够移动 其实成交也很关键 因为不断地说 A股是一个所谓省户主导的市 所以你也知道 如果一旦成交是多的 大家肯入市 其实移动那一刻 才会明显一点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可能都会继续反复住 但是当然 以近日来计 为何说是站定一点 或者最主要看乐观点的因素 都是数据 例如你提到昨天出出口数据 其实整体来说是不错的 你看到无论是出口进口 两者都是胜过预期 都令大家对外贸方面的表现 是乐观一点 也叫慢慢消除 就是之前可能曾经担心 第二季回来的经济增速 是不是需要慢一点的忧虑 而你一边上显 今早就刚刚九点半钟 其实我们都公布了通胀数据 不论CPI和PPI两者 CPI初步看来是1.5% 跟预期是一样的 而PPI就5.5% 跟预期5.7%来说 其实是稍微较低一点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启示 因为以之前来说 当PPI越来越高 大家反而担心上游通胀压力 在不断升温之下 之后会传达到下游那边 甚至乎来说 会影响到个别政策的影响性 反而这一刻 通胀压力慢慢又是继续降低一点 起码以内地的货币政策面来看 弹性上比较高一点 所以以实质来说 对A股也会比较偏不错一点 所以以数据上去看 初步来说 对A股也会比较正面一点 但刚才提到一点 始终近日比较升了一点 但升的幅度不是那么多 当然也是成交 因为特别你看到昨天来说 虽然也是再三年升 但护心两次加成交 其实昨天都是大约4200多亿左右 较前一天 其实还有一步缩减 大约差不多290亿附近 反正都是见到成交偏低一点 所以大家在等 等下来 有没有上一步新的消息 去到刺激又回市 不断地说到 比较明显一些 或者真的要令到成交可以多一点的刺激 可能要等到6月中后段 MSCI的结果 这个是 当然是否一定到时 成交多很多 也未必 但起码如果这样看下去 这件事比较大件一点的时候 也有机会吸引到资金 去进市 或者那样东西 所以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地方 先看看这件事 一旦入得到的 我觉得成交如何都会暖一点 对A股来说 都会做回好一点 但就算假设入不到也好 始终A股立了这么久 我相信大跌的机会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暂时来看 A股后市看法会偏不错 但只要等于趋势 令到市况方面可以有明显的声势 好 那Wafi对A股的走势 也算是正面 但也可能看看 未来会不会有什么消息 可以带动 当然最期待的是MSCI 好了 那谈完内地股市之后 跟Wafi聊聊个港股 那港股囚园日 在超学星期四先跌后回 恒生指数升88点 收市时候在26,000点上 虽然港股的正流入 不及之前那么多 不过已经没有明显的流出 加上刚才提到 内地的经济数据见到有改善 其实是否都可以 利好大市的走势呢 其实港股的看法已经是比较不错 虽然近期的升势是慢点 或者到2600的位置流上開始反覆了一點 但不斷說其實比較合理 因為年初至今星的幅度也不少 所以到這些位置 你很難要求一下子再爆給你看 除非有很大的利率因素 而且二分二來 這一陣的所謂升市成交 對比過去15年大家經常上的大時代 或者07年上到差不多30,000點的大升市來計 今次這一陣的成交浪是比較低的 平均大約700多億左右 但雖然成交沒有之前兩次那麼多 但反而以我自己這樣看 其實是一個偏不錯的看法 因為很多時候反而太大成交 譬如過千億的話 很多時候慢慢都是所謂見頂的順路 因為連一些散戶 大家都是追勢入市 變相那一刻見頂其實不出奇 以往都試過很多次 反而很多時候平均成交700多、800多億 或者800多、900多億 叫做偏多一點 又不是太多的時候 意味著其實慢慢都是叫做大家在買貨 或者是慢慢推市上去 所以這種的升法 其實我覺得來得叫做所謂健康一點 所以我覺得只要接下來 成交又沒有特別急增到 即一下子急增到千多的樓上 我覺得美主太擔心 我覺得都偏不錯 甚至以整體的走勢上去看 即是不斷地說過這段時間 其實有些外圍也好 內地也好 或者香港自己本身也好 其實都比較多不同的一些 偏負面的因素 但都對港股 沒有構成太大的拖累 所以意味著市底方面 其實真的是偏強的 所以市底仍然都是 保持著比較不錯的看法 再加上成交都保持著 局面有太大的改變 反而上面來說 起碼這一層再看上去的話 可能看大約26,200的位置 今早恆子高開27點 創了23個月的新高 但現在就少少回套 恆子就報26,023點 跌40點 而國企指數 報10635點 跌14點 今節就和Rafi談到這裏 稍後回來還會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稍後見 要財Money Hunter提提你 現貨黃金買入價 1275.12美元 賣出價1275.41美元 現貨白銀買入價 17.3695美元 賣出價17.397美元 以上資訊由要財Money Hunter提供 可預先 我們下個月 見面 投票 一直以為 我們下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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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筒 那些保留 我們下保留 我們下保留 感谢观看